I wanna be a bottle blonde I don't know why but I feel calm 先被我一人请求 成为我的命运和好人 前衡上班 却在这里见到意想不到的人 君衡的合伙人之一 前衡 若说成瑶和前衡的渊源 那可是鸡飞狗跳的 不久前 成瑶就见过前衡 却因为片面的理解 将前衡误认为是小白脸 之后二人再见 却是因为一房两租 成瑶还在前衡面前夸下海口 说自己和前衡大老板是好朋友 如今真的见到大老板前衡 成瑶直接无地自容 因这一点小小的报复心理 成瑶成了前衡的小助理 然而成瑶是个菜鸟 前衡却是律所有名的大魔王 二人在一起闹出了不少笑话 渐渐的成瑶的活泼开朗 吸引了前衡 可是成瑶懵懵懂懂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好心 带来了什么误会 前衡就在成瑶的照顾中 将自己彻底攻略 误认为成瑶对自己情根深重 还纵容着成瑶的所谓追求 之后更是对成瑶大改观 而成瑶 也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奇葩的上司 虽然前衡素有大魔王的称号 可是在成瑶面前 前衡却渐渐展露出不愿意的面貌 就这样 二人走在一起之后 前衡终于察觉到自己的心意 在兄弟的鼓励下 直接和成瑶表白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和成瑶亲亲抱抱 更别说 二人还租在同一个房子 抬头不见低头见 前衡更难压抑心中 野兽直接将成瑶扑倒 吃干抹净 前衡还食髓之味 在律所的储物间和成瑶暧昧拉扯 直接抱住拥吻 太羞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